台灣美食這麼多 春捲 紮捲 銀絲捲 那您知道什麼是 加州捲嗎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耶 這件加州捲是什麼樣的一道料理 讓我們帶您一探究竟 加州捲是由1970年代 一名在洛杉磯的壽司師傅所發明 當時美國人不習慣生魚片壽司 因此拿當地盛產的酪梨取代 後來在美國各地盛行 是一道日美混血壽司 看到這個加州捲 感覺好像沒有什麼難度 那我今天就要以小處娘的身分 來踢館跟老闆比賽 誰做的色上味俱全 醋飯平鋪海苔上 依序放入內餡 再使用捲簾 捲壓來塑形 除了手刺要好好拿捏 還得注意餡料有沒有糟筋 這樣可以嗎 可以... 老闆它岔出來了 蟹肉 對切成三等份的壽司 撒上五種不同風味起司 再使用噴槍高溫加熱後 豪邁放上飛魚卵 以及北海道干貝 提升鮮味 妳有沒有洗手 有啦 阿嬤妳很不相信我 最後淋上的破條醬汁 讓整道料理宛如正在爆發 流出濃濃鹽漿的火火山 這道火山卷 就連嚐起來的滋味也很勁爆 濃厚香味的起司 和鮮甜干貝交錯刺激味蕾 譬如說你去別家 就有看到起司 我們就加點起司進去 還是怎樣 每一個國家的料理 就把它加加進來 我們要以當地我們現在有的食材 就想到隨時都會有不同的創意出來 今晚餐廳以加州捲聞名 但主廚自豪的 還有這道燒濃披薩 甚至膽急鮮魚配上濃郁起司 再加上黑松露畫龍點睛 這道鮮魚松露披薩 上面放了滿滿的黑松露 可以看到出來 老闆實在是誠意十足 像這樣子輕輕地刪一刪 其實就可以聞到濃濃的松露香味 各式料理研發出了新配對 不難看出主廚創意小巧思 讓每一口都能吃出驚奇